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联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廖合怀有千面少将的称号 廖合怀对粤剧的艺术发展 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除了有杰出的表演艺术之外 他还创作过不少的粤剧目 比较著名的有罪、罪上加罪、商鸟归公 雅仔卖烟枝和甘地惠西斯等等这些剧目 而其中又以甘地惠西斯这个剧目 对后世的影响是最大的 彪恰怀有一个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他对这个国民党崇洋美爱的政策 十分反感 在甘地惠西斯这个剧之中 就有好几处地方表现了他这种可贵的爱国精神 他说 《刘恰怀》虽然对现实不满 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怨言之中 而是积极地鼓吹改变这种现实 《刘恰怀》的爱国热情 还表现在他剧本人物的索造上 比如说甘地惠西斯这个剧 他的剧本就是歌颂西斯 范礼五子衰和甘地等等这个爱国英雄 尤其是对西斯这个人物 就更加是推崇鼻致 《刘恰怀》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到 我阅读了好几本春秋战国的史书 阅读了好多关于西斯的事迹 想偏赞一部为西斯套一口气的剧本 关于西斯的事迹 传说颇多 最为人所熟知的 就是望吴轻月之后 范礼大夫就和西斯走了 而且是范礼于五湖之上 而另一个说法就是欧淺在海船途中 那个狠毒的月国夫人就将西斯振蔽了 如果说前一个说法是真的 那就未免太委屈西斯了 如果说后一个说法是真的 西斯的遭遇也太惨了 廖合怀想通过一个戏剧 来为西斯抱不平 触见他对这位爱国者的敬重和热爱 他还舍弃了范礼和西斯 那种情根祖众而富于戏剧性的传说 在他的戏里面突出了西斯 全心全意 为国牺牲的思想 这个就一反了过往传统戏曲之中 西斯那种却弱多知 妻楚动人的面貌 而成为了一个 凶怀大略的朝街人 廖合怀所创作的剧本 大部分都没有披美之音 也都没有轻轻我我的爱情故事 更加没有一些廉价的眼泪 和容俗的笑声 他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带着严肃 和发人心醒的救国救民的吶喊 甘地匯西斯这一个石 产生于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 廖合怀对于国民党 和美帝国主义 夺取了人民胜利果实而感到不满 对于国家又重新陷入半殖民地的警方 而感到担忧 因此 他就要写一个戏来 写一个戏出来 大声疾呼一下 廖合怀能够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 有一定的认识 和他的出身经历有关 廖合怀出身贫苦 而且他生理上有缺陷 很小就已经饱受社会的欺凌 对旧社会怀有满康的怨愿 而廖合怀的妻子 亦都是出身贫贫的婢女 他总是在演出那些戏的时候 尋找一切的机会来针对时弊 比如说他曾经编演了一套揭露监狱黑暗的粤剧 这套粤剧的名字叫做《嘴》 这套剧是讽刺国民党的 最终这套剧被国民党下令禁演 但是他并不屈服 他于是又再编了一个下集 《罪上加罪》 在抗战胜利之后 金元卷贬值 廖合怀就在《六角大风上》这个剧里面 就着了一件用金元卷贴成的戏服出场 意思就是讽刺和娃虎这种不值钱的货币 而在《商鸟归功》的这个剧中 廖合怀又用了大段的口白 来控诉社会的不平 露斥这些豪富贪官 指出贫穷人民的屈辱和悲剧都是他们造成的 他这种思想观点 几乎是他所有演出的戏里面都有表现出来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下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NLM频道 下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